大家好,在沙漠玫瑰的生长旺盛期 我们给它进行修剪掉之后 很快就会冒出新芽 就像我这盆盖上这两个新芽就层层冒 长得非常好这些叶片 而且这边也逐渐地冒出了新芽 看像这些叶片长是非常好,非常浓绿 但是在这个三福田由于气温太高 各种虫害非常活跃 我们一定要做好一防虫害 不然这些叶片就被虫害啃食 比如像芝麻、红积珠等等 是最喜欢危害这些新的叶片 那么我们要如何防止呢? 如果在家庭使用的话 我们就使用一种沙虫喷射剂 不用吸湿水,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只要往这个页面给它喷一喷 它是内吸型的,而且非常低毒 对人对宠物都没有任何的伤害 我们使用就非常安全了 像这种沙虫剂,不管是预防还是砖剂 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只要我们给它喷洒了 它就有一种触沙、粘沙的作用 像这种已经长出了叶片 我们就把它移到光照充足的环境 然后因为这些叶片需要充足的光照 才会进行光合作用 寄造更多的干物剂 继续更多的光合产护 回来到极株能让整个极株长得更加强壮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